HELLO 大家好,我是Ficky 相信有不少人對食蝦總會有點卻步 因為要弄髒對手去摸蝦就真的有點麻煩 今次就讓我在網上找到這些聲稱 三秒就可以摸到蝦的神器 讓我實測一下效果點 不鏽鋼材質的摸蝦器有扁尖甲紙設計 包裝紙先將蝦頭撕走 將摸蝦器刷入蝦殼和蝦肉中間 然後握住手把 就可以得出一條完整的蝦肉 等小編今次計時實測一下 究竟用手還是用摸蝦器比較快 先試一下摸熟的蝦 用手摸一隻熟蝦大約用了17秒 用摸蝦器竟然用了40秒 時間足足多了一倍以上 熟蝦的蝦身比較硬、難操控 相比起用手,外形就不太美觀 而且蝦殼和蝦肉也不完全分離 再試一下摸生蝦 用手摸一隻生蝦大約用了18秒 用摸蝦器大約用了33秒 滑身的生蝦比較容易用神器摸殼 但體力亦不是3秒成功摸到蝦殼 而且同樣會弄髒隻手 摸熟蝦來說,神器的確比較難操控 而且時間亦不會很快 雖然20元來說買來玩蝦都無妨 但似乎整體來說都是用手摸會比較好 Yupoo! by bwd6